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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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鼎盛先生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座谈会的现场 在这里我们一并用掌声 向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感谢 我借这个机会说两句说话 就多谢黎老市长 多谢陆志强局长 给面出席 还要多谢我们粤剧的老艺人 爸爸妈妈回来中国 都是因为毛主席周总理 陶珠很多领导同志出了力 我爸爸妈妈也因恶爱国回来 多谢大家 是 好了 稍后我们就会分批请出 今天的一些嘉宾代表上台 和大家一起去益述我们两位老师的 艺术人生和爱国情操 我觉得会获取到很多精神力量 以及指引我们人生前行的方向 第一批我们首先要请出的就是 是黄壮谋先生 还有梁重峰先生 何督忠先生 余勇先生 有请几位上台 有请 很感谢你来 今天 可以说就是他的爸爸 他们四往是见证着 这个红康唱康这个艺术的形成 你说一说当时你应该还很小 当年 他在那时候 我很小的时候 当年他叫马斯珍 有一个叫 长哥 长哥叫什么 叫新马斯珍 为什么新马斯珍呢 他不要改变他 当然红到 那个新马斯珍都要改他的名字 红得怎么样 好了 女姐那些 就是声色艺 声色艺传 我对她非常仰慕 特别她那种爱国情怀 但是当年我祖国吃烟都要买票 买鱼都要做票 但是他女姐和马大哥回来 能够投回祖国 与我们有同金共苦 我觉得这种事真的无法比较 就是我们要歌颂 马斯珍红线女老师那种爱国的情怀 他们那种热爱祖国的高尚情操 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们也用掌声感谢我们粤剧界的四王 应该说是吧 一路以来的那种贡献 另外身边的这一位 厉害了 他是正正式式侦查给马斯珍老师的 应该说是徒弟了 是吗 当时呢 最后一个徒弟 最后一个徒弟 记不记得那时候的情形 为什么会有这个机会 去侦查给马斯珍老师呢 在座的各位嘉宾领导 你们可能都不认识我 因为我从事了幕后 都有几十年时间了 我的艺术人生 应该感激的就是 马院长红老师 是在马虹两位大师的提携下成长的 当年呢 是59年 我们拍着关爱卿这个电影 我因为他身体不好 就要去陪同他 当时我的理念呢 就是我拜马先生为师傅 我要学他的东西 要唱他唱歌 因此呢 正直他出去捉棋的时候 我就在房间的厅里 唱着 约曼雅 姓呀 约曼雅 约曼雅 合约他回头 拿烟听到 在我的颈背那里呢 打了一巴掌 学我这生似我这死的 臭小子 你学我怎样去创造 就对了 自此以后 范属上海有个电影 包括画剧在内 他都对张飞给我 你今晚有空 你去看电影 我看完电影回来 陪他吃饭 有空大家坐在那里聊天 他会问 这台演员怎样 哪个演员怎样 他是着过气 着过人物 着过演员的特点 跟我分析 所以这段时间 在上海九个月 我受马先生的教育 受我师父的教育 是我不生受容不尽的 我觉得你非常幸运 有这样的机会 马思曾老师 他可以 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存在 他可以编 可以写 可以演 真是非常难得的 梁重枫老师 亦都是导演过很多的戏 其实你自己个人 最欣赏马派艺术的 你觉得他最有特点 是哪些方面 跟大家总结一下 马院长 边色舞小花 全面的一个演员 当年我们训练班 马院长来讲戏 演戏要从人物出发 不同的人物 有不同的舞台表现 所以他演了两出戏 给我们看 一个就是赵子龙吹龟 一个就是凤怡婷 马老师当年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 女宝是个无意之徒 英勇 恐武有力 但是他基础是一个烂仔 要演出他这个人物的特性 有一个动作 我是永远记住的 是什么动作呢 当他质问 吊蜡蜜 为什么你原来 原来打蜡蜜 嫁给我 现在嫁给我老爸 到底是什么回事 三批得子坐在椅子上 吊蜜想变解 一站起来 一举一拦 把吊蜜拦回椅子上 我觉得这个动作 很别致 我看这么多 凤怡婷 没有人做这个动作的 就是证明他这个人粗鲁 从这些 这样的讲解里面 对我们日后 我们去 揣摩 演戏 怎样去分析人物 这点 我觉得马老师给我一个很深刻的教训 我记得我又看过 马斯珍老师的电影 首书院 我记得有一幕 是令我很 当时很小时 但我都很震撼的 就是他写完了 《早上天光》 就几下动作 我已经觉得 他很吸引着我 关爱卿 对 关爱卿 我很小时看 我说 为什么这么好看 他就几个动作 好像觉得与众不同 你立刻就被他立着了 我真的觉得很特别 马派的艺术独特魅力之处 他把人物拿得很 很小 很准确 很有特性 我记得我 88年的时候 在中央系统学院进修的时候 我的导师叫做杜海钩 他说演不完全国 唯独是马斯珍先生 演得最准确 最有特点 所以我都不明白 一个北方的老师 女的 他在指导我们进修的时候 他就举了这个例子 所以我觉得马斯珍先生是粤剧的艺术大师 不只是粤剧的艺术大师 甚至他的表演 他的表演风格 在全国 因为我跟随他走的地方比较多 很多艺术家都很崇拜 这个就是我心中的马斯珍 我五七年入学 入门口第一个见到的就是马虎 就请到我们这些大师 去考我的试 我不是红老师的学生 但是我受红老师的提携 整整几十年时间 所以在他身上 我看到他对粤剧的忠诚 对国家的忠诚 我举个例子 我跟他一起去参加 潘虞的那时候叫路线教育 他因为割草割猪菜感染 化龙发搞笑 他是坚持不去大医院 就在卫生所包扎了酸素 结果 第二日第三日开始发烧 当时我很急 因为我在身边 一定是要他回广州 看 他不肯 坚决不肯 还要不止不肯 是跟着下午落田 一只手不做到事 另一只手做事 为什么会这样 我想了很久 因为周边没有人 如果你说在人前 表达一下自己 如何深入农村 如何拍照等等 没有 总之我眼见的 包括我跟他一起在这里排的 为了学校的毕业生 能够早日登上舞台排的西关女人 老师都是坚持一个原则 出钱出力 亲力亲为 为了培养下一代 当然还有很多事在这里 不要阻止其他专家 感染、发烧之后 你知道吗 有些 听到会不会也有点心痛 当然 很心痛 当然 我说到刚才 马思曾老师是一位很难得的传材 今天我们第一批嘉宾里面 也有一个传材 通台老官 我们的何督忠老师 何督忠老师之前也举办过 有关马思曾和控制老师的 一些座谈会 应该对两位的成就 和艺术人生都很了解 你说几句好吗 对于我们结出的粤剧艺术家 艺术大师马思曾 的艺术人生和爱国情怀 很多专家都已经有很多论述 恐怕我们小智辈 都没有这个能力 承得不起 但说说我的心 马院长的戏 首书院关乱丁 苦逢云年 屈原 审死官 五个戏 我都曾经整理改片演出过 但是我就想学 我认为有份学都是一个荣幸的 但是可惜我学得不好 如果我有机会 好像从风哥那样 拜你爸爸做师傅 可能我会学得好些 正因为我崇拜马拍 崇拜我们马院长 才使得我有机缘 跟随了《红线女老师》20年 他的机缘是哪里来的呢 就是1993年 广东乐剧院领导上叫我 整理改片《心死官》这个戏 整理完之后 当时没有材料的情况下 只有倚靠我们《红线女老师》 还有杨子静老师 当时马院长是怎么演的 找不到一个本 参考其他资料 就因为这个剧本的改片 《红线女老师》 把我的改片本 用手写 哪里不是这样 哪里应该怎样 写了一大大 使得我以后对这个戏的整理 就有了方向 自从那次之后 《红线女老师》捉住我 他说 阿冬 你帮我忙 发动我们广东乐剧界 早见一个广东乐剧工作者 国际联谊会 就在1990年 委以重任 对 当时第一届的筹备 他有我们首先一个黎子柳老师 就是我们首任的联谊会顾问 20年来 《红老师》为了我们粤剧工作者 社会主义时期的家 费了很多心血 他将一半的心血 在筹办这个《红线女》中心 一部分的心血 就组建这个粤剧工作者联谊会 终于使得我们广东省粤剧工作者联谊会 成为了我们社会主义时期 我们整个粤剧界的一个大联合的组织 二十年来 在红老师的身边工作 得益真是不少 我觉得首先一个 他的心 他的的确是他自己所说的 他的生命属于艺术 他的艺术属于人民 到目前为止 我可以这么说 只能做到最后离开人世 他还紧守这个粤剧崗位 我看没有一个人 能够将整个粤剧事 当作自己的生命 甚至可以说 他觉得比他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更重要 我作为一个晚辈 我真的觉得很感动 因为在座这些 全部都是非常有分量的名家 但他们说起马思曾老师 红线女老师那种 很油冲的那种激动 那种崇敬之情 我真的觉得我们广东粤剧 有两面这样的旗帜 真的值得很骄傲 旁边的这一位 就是我们广州粤剧院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党支部书记 红斗团可以说凝聚了 我们红老师非常之多的心血 我觉得应该因为这个原因 你和他近年的工作上的交往 应该是比较多的 你又说几句 在这43年时间里 红老师给我留下了 可以说是可敬 对事业的追求 那是知之可倦 并且是可以说是一个得意双心的 一个艺术家 我记得我是2004年 12月28号 局领导跟我谈 要我来负责广州红豆乐剧团 第二天我就带着我们的班制成员 和我们的主要演员 包括红老师的一些学生 学生们来拜访红老师 听取红老师的意见 对红豆团的发展一些要求 他不仅是在艺术上对我们提出要求 在人才培养上也对我们提出了很具体的要求 尤其比如说苏春梅 当时苏春梅在深圳 他就给我提出了 你要想办法把苏春梅给我调回来 我记得他谈了以后 没有几天我就专门去找到苏春梅 并且其实我们几个主演 还有周公敬老师 一起找苏春梅 当然也是经过很长时间 一直到去年苏春梅才调回来 对人才培养 那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我再举一个例子 就说比如说欧凯明有一段时间演出 课哨比较很厉害 他就专门给我打电话 他说余用同志 我有一个事情要请你委托你去办 或者我买好东西 你来帮我办 我说什么事 他说欧凯明最近课哨得很厉害 演出有多 你呢 我买几斤粒 你给我煲汤给他喝 我说好了 洪老师 我来负责做好 这个我一定跟进好 你放心了 就说对人才也是很关心 无论他们的艺术还是生活 他都是无微不至的 因为我是戏曲频道 我看了很多我们花信的报道 基本上你们每出一个新剧目 你们的排练 你们的演出 洪老师都是在台下的 我们看营场的婚礼 大家都知道其中有一小段唱段 是洪老师唱的 他是金当六业 而且呢 你们的团的演员 去拿梅花奖 每一场都在演场 我看到这个细节 在欣赏的婚礼排练过程中呢 洪老师说 于永同志啊 你看看能让我做点什么事 他说我想 在戏里面 要给我露点音 唱一点什么 我说好啊 最后跟我们欧凯明商量一下 他就说 我想露那一段 就是有几句话 就是监狱那几句话 这几句话 每一次我们的演出过程中 一旦放出来 放出这个音 洪老师现唱的 那么观众都会鼓掌 都会引起观众热泪盈眶 所以这个呢 当时是在排练场 就是一次露成的 我们说准备是到那个录音棚去 他说不要 就在现场 用你们调音师 把这个我调好 我就在现场露 在现场唱的呀 就在我们排练场露的 就是我们现有的设备 虽然效果 就是那个设备比较差 但是露出来的 还是比较好的 露得很为难 对,很感谢各位嘉宾 和我们重温了这么多 老师的生平的事迹 以及和我们讲述了 他们很高尚的艺术情操 人家优优优独播 人家优独播 天涯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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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哈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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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几十八对于丁凯人 四天 真 冬得麦人 是 嗯 那一段时间都放开 那地上都下定了 没错 所以我们将在这些身边 那么这些我们会说 可以回到你的 mechanism 你不想到自己的地方 我会也会认识 你会看什么 你会看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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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边 你会看着什么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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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國以後,跟他一直都保持密切的合作 特別是1956年排首書院 去北京演出的時候 得到周恩來總理等領導人的觀看 以及高度評價 好了,我介紹完,請 好,謝謝 這位就是… 李英奇 李英奇 那天我跟昌江聊天 他說跟你玩泥沙,玩得很大 我跟馬鼎昌、馬鼎盛 可以說是世交 當時我父親是廣東省文化局副局長 主要主管戲劇、畫劇、特別是粵劇 他們回來後,國家安排住在… 剛剛住在我旁邊 我跟昌、阿成也是小學同學 今天我想主要說的是 五、六年廣東粵劇團 上北京互演這件事 在上北京之前 尤其是在馬師爭、紅線旅回來廣州之前 廣州粵劇是陷入一個低潮的 原因是因為在全國的第一屆 戲曲會演 廣東粵劇是受到批評的 因為它有很多封建的租拍 表演藝術也沒有什麼新的東西 所以中央和省省的首長 這麼極力邀請馬師爭、紅線旅回來 挽救粵劇 他們回來後 就對粵劇改革起很大的作用 那首書院就是戲劇改革之後 出來的第一個成功的作品 這個首書院是上北京演出的 這個很重要的劇目 粵劇團上北京是四月底 一上北京就五一勞動節 五一勞動節當時是全國 這個北京是大遊行的 廣東粵劇團在這個北京天安門的遊行 都參加了一部花車 就是首書院的花車 遊行完之後就開始公演 這個公演是賣票的 賣票公演是五月三號開始的 第一場 他因為第一場對這個劇場情況不熟悉 加上首書院又剛剛推出了半個月 我鬥他們第一場拍演得不好 所以就沒有公開 沒有請中央首長來看 但是在開場的時候 周總理的秘書 說總理買了票來 是演出完總理去後台接見他們 所以我說這是廣東粵劇的里程碑 總理給予很大的鼓勵 當時南國紅豆是否就是那次說出來 所以我就後面說下去 坤曲是江南的南花 粵曲是南國紅豆 其實從這些細節可見 當時國家領導人 非常重視我們粵劇的發展 5月16日 在政協禮堂演出 除了周恩來總理 鄧小平、張文天、董必武、郭末藥 李濟森 都來出席 來觀摩 而5月17日 即是又假日 周總理在國務院紫光閣 召開了坤曲十五貫的座談會 在這個講話裏面 周總理就說 坤曲是江南、蘭花 廣東粵劇是南國紅豆 將廣東粵劇比喻為南國紅豆 就是這一次 第四次 5月24日 周總理在西花廳 專門召見了 馬思真、紅線女 和一些主要的演員 在這個召見裏面 逐個問 因為馬思真、紅線女當然認識 總理 其他都不認識 一個個問名 當我父親自報 我自己是廣東省文化局副局長 那總理特別交代 你要好好工作 要真正將粵劇帶起來 這些可以說都是我們粵劇史的威水史 對 真的很威水 真的很威水 我又順便說一句 因為周總理 藝術家的演出 是沒有人知道粵劇的 我們只是服務而已 所以他站在後面 拍照也拍不到 當時有這麼重視粵劇藝術的領導 也是粵劇能夠 當時可以這麼快速發展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其實我不是說我爸爸是這麼做的 當時很多文藝的領導幹部都是這樣 當天我跟昌哥開會時的照片 我看見當時的領導 全部站在我們的粵劇演員後面 當時我們的粵劇演員的地位 多麼高 是嗎 那本書中有很多照片 都是可以證實到這件事 體現到這件事 1957年 梅蘭芳 她就向全國的演藝界發出一個呼籲 就要抵制壞戲 就說我們不要做壞戲 要做一些好的 對人民有鼓舞作用的戲 我爸爸就跟馬師爭商量 由馬師爭做代表 向全省也發出呼籲 所以全省主要的政藝員 都簽署一份保證書 不演壞戲 這樣 那我呢 其實我不只跟馬頂窗、馬頂城 那麼老闆 我跟紅線女 其實是小朋友和大朋友的關係 你當時偶像很崇拜她 我很崇拜紅線女 因為我覺得紅線女是最漂亮的 唱戲是最好的 唱戲是最好的 紅線女 57年參加 去莫斯科 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 她之前都專門找我 她說你喜歡甚麼 我說我喜歡集郵 其實我哪會集郵 把父母的郵票寫下來 她本來的活動安排很滿 世界青年聯歡節 那次紅線女得了金獎 她專門抽出時間 去莫斯科集郵公司 買了很多套 蘇聯的紀念柔 真的,女姐 是的 剛才聽了李先生的發言 她說童年的時候 我覺得她好像回到九歲的時候 很開心 我們聽到也很受感染 而且說到最後 我們覺得真的很感激 當時有一個這麼重視 粵劇藝術的領導 你爸爸為我們廣東粵劇發展 所付出的努力 我們是銘記於心的 我們也要掌聲感謝你爸爸 也感謝你今天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謝謝你們 這位就是吳佑堅女士 你又說說吧 我跟他們是同屆的 不過我是廣雅的 是 不過在文革期間我們才認識 但我們的父母認識了很多年 應該是50年代 我爸爸就在廣州 可能應該是市委書記處書記的時候 就跟紅線女有來往 然後因為跟紅線女的關係這麼密切 就在1965年中南五省會演的時候 這個我爸爸參與 跟他們一起改編成的粵劇 《山鄉風雲》 就作為一個參演的劇目就參加了 好,謝謝 那時候我看到我爸爸的出戲 在中南五省很多劇中都移籍 前幾年都有演 我們說過劇中 把戲寶拿出來 最後的就是 能夠在打倒四人幫以後 這個劇中能夠作為 省黨代會的一個 獻禮節目來重排 我覺得如果我父母在生 紅線女馬斯珍在生 他們一定會覺得很安慰 是,好,謝謝 這位就是我們廣東電視台新聞部 一位很資深的新聞工作者 我們的前輩 周曉錦 周曉錦女士 她也是周恩來的宅孫女 《山鄉》 好,你說幾句好嗎 好,大家好 洪老師第一次見我爺爺是在1955年 然後就是因為紅線女她歸國參觀回來 在北京飯店 爺爺也是站在門口迎接她 洪老師跟我爺爺最後的一次見面 是在1974年的9月30號 因為第二天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的25週年 那個時候我爺爺已經是重病啊 他剛剛做完大手術 非常消瘦 當時到會宴會的那些嘉賓都說 今天晚上周恩來會不會來呢 很多人都把期望的眼光 放在主席台的那一角 突然有人喊 周恩來總理來了 全場的人都站起來 因為他們很久都沒有看見過 周總理在紀錄片報紙上出現了 那洪老師就在這個人群當中 他當時就簽著唱海霞的女主角 叫楊春霞 就拽著他就往爺爺周恩來的桌邊去敬酒 當時有一個著名的攝影師 就把這一刻記錄下來了 其實我跟洪老師的兩個場景是在一起的 就是那個國慶節 1974年 我那時候在下鄉之前 當知青之前 我也在北京 還有一個場合 我和洪老師也都在 就是1992年7月15號 宋斌就是我奶奶鄧穎超的時候 洪老師也在 所以今天的姻緣就是成熟 所以我們就都見面了 我們永遠懷念馬仕珍和洪憲李老師 永遠懷念我的爺爺奶奶 周恩來鄧穎超 謝謝大家 謝謝你 同時也要衷心感謝我們敬愛的周總理 一直以來當時對我們粵劇藝術的鼓勵和關心 才可以當時創造了我們粵劇的時期的輝煌 而且也要感謝你們的花椒父輩 這麼關心我們粵劇藝術 所以我們粵劇藝術可以一步一步 穩打穩摘地走到今天 謝謝你們,功不可沒 我們名記於心,謝謝… 一輪明月,趙海南 老師,莫非多喝幾杯花了眼 但那個從洋只剩半邊月 可以算一輪明月,趙海南 你看見是半邊明月 半邊明月 我也看見是半邊明月 本來是半邊明月 你看見是半邊明月 我 我也看見是半邊明月 我不客人 合起來,豈不是一輪明月 老師得眾才高 都無人不賊,賊你諸子百家天,問地理,無所不惜啊。 呃呃呃呃呃呃,我有所不曉啊,雅揚不曉啊。 一,不曉我如潛味,二,不曉顛倒是非,三,不曉相見,害你。 此所以得人情贊,此所以得罪權,賀。 不曉得。 idea,勃光 AUMione直訊然如何�ep., Quindi抱 willing。 就沒有事而根件了。 有頸目之敗的人áriusque Powering, وت垮六 menyarni, 情緒很傷, 不曉得了解, 那間藍身正氣 遍那地的城戶斜樹 形清淨氣旦再見 和白紙 我現在有趣 去了 希望我的好 那是一種 我已經不希望 我都會長 我不想 一般地乎九个八千 日夜走后门分酒 晨晨风晨 太无缘 闻成我的菜筋 我读语之味也长 落得清啊茶 我打什么饭 若不能行 记忆啊智 还写荣华显丽贵 我误会儿子 суп 他等下眼睛 醉皮那 歡歡喜 不吃夜之 黃的環 卑鄙老的夫 氣性的眼 應該睡 清啊重 不能靈無來千的酒 應流正的氣 在日前面 首先第一個話題說 洪老師在創新方面 他很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他很勇於創新開拓 直到現在 全國來說 沒有很多把戲曲改編成動畫片 《刁蠻公主岸父馬》 我們戲曲頻道 逢612同志都會拿出來播放 我覺得這部片真是製作得很精良 不如請我們的嘉賓說 當時這部片的創意是怎樣出來的 是怎樣做的好嗎 那我跟謝書記是剛好交集了一年多 我來說一說回憶一下這個工作的經歷 好 我非常有幸 在人生中的2002年到2005年 在洪縣女藝術中心工作 擔任副書記和書記 配合洪老師分管行政工作 那麼也剛好是樂劇動畫電影《刁蠻公主》 《槓蠻公主岸父馬》的錄音的中期 和一直到發行到北京去領獎 我全程參與了 那麼從這個電影 樂劇動畫電影的創作呢 就能感受到 那麼大年紀的洪老師 對新知識新科技 新藝術的追求和實踐 把樂劇用動畫電影的形式來傳播 事實證明是打開了一個新天地 這個樂劇動畫電影獲得了 應該是第八屆吧 是第幾屆 中國電影的華表獎 美術片的最高獎 哇 第十屆了 第十屆 我陪著洪老師一起去北京領獎 老師那個年紀啊 去了北京 那我記憶至深刻 就是應該在北京工業展覽館的劇場 是不是 在劇場裡當主持人 當時是中央電視台的張正 主持人宣布到樂劇大師洪仙女 將上台領獎的時候 全場是起立的 沒人去招呼 沒人去組織 但是自動的起立 而且長時間的給予熱烈 非常熱烈的掌聲 那個時候我真切地感受到 廣東的品牌 中國的驕傲 洪仙女藝術大師 在中國人民心目當中的分量 另外老師 特別關心我們的員工 他在每年大年初一的時候 要請所有的員工到白田俄賓館 至非請我們喝個早茶 讓我們很懷念這位大師的 點點滴滴的為人 我覺得他在我們心中 永遠是一座高峰 所以我又想起一個細節 我記得有一次在又宜劇院演出完 在後台我們就採訪洪老師 然後洪老師快上車 我記得跟你們中心的同事說 我在澳門帶了很多牛肉乾 豬肉乾給你們吃 明天拿回中心給你們 很簡單的細節 我覺得洪老師真的很親切 還有一位洪老師的好朋友 要請上來 他就是李子豐先生 李子豐先生 曾經在1998年 洪老師主持舉辦了一個 愛心助學異演的活動 在今次的異演活動中 李子豐先生在康凱解囊 對一個蛇族的學生 就是捐知助學 說一說你和洪老師是好朋友 為何那次你會這麼大力 去支持這個活動 我認識洪倩女很偶然 在回歸前 洪倩女在1996年 下來香港 做一個為迎接香港回歸 就順道來到澳門 我接到一個佛山園儀會的任務 叫我去陪他、載他 連續接他兩、三天 所以見到他又是一個很開朗 那你甚麼都說 對,很活潑的 見到女生,我們就開心了 我經常會引大家笑 說笑話 完成了這個活動之後 裡面就問我 他說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李子豐 他說你有沒有來廣州 我說廣州沒有甚麼朋友 又沒有甚麼工作 你叫你來找我 那我就順口認了 一個多月他就打電話來了 你答應來找我 你還記得吧 對 記得 自從這次之後 來往比較頻密 我是很敬重他 我覺得他還是在我身邊的 這個精神裡面 是值得我們去學習 在社會、在學校去推廣 好,謝謝你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謝老師,你也說幾句 馬思貞和黃善女 兩位藝術大師的愛國情操 和藝術人生 我覺得千言萬語,講之不盡 我今天在這裡 我想用最簡單的、最簡短的語言 概括我 對這兩位藝術大師的印象 民族魂、愛國心、人為本、毅立身、靜三觀、講誠信、歌全情、武達義、普天下、全大美、攀救鋒、自不宜 好 謝謝 幾句說話 短一點幾句說話 已經是高度概括了馬思登和紅善女老師的愛國情懷 和他們的藝術人生 謝謝你,非常感謝 對了,身邊的這位鄧元 我記得之前紅老師剛剛離開我們的時候 鄧老師在拍攝粵劇院的流藝論文罪全期 當時他在後台採訪他 他很悲傷地跟我說 他說 你那個影片是他離開後才做好還是 永恆舞台 他跟馬先生的訪談 最後一部影視作品 影視作品 但是要等到… 即是…他未能夠最後看到… 看不到,所以他覺得很遺憾 最後的成片 對 遲了幾天,所以忠心遺憾 我們 你心裡這位應該是你的… 阿姨… 阿姨… 我覺得從他的言語當中 他是很敬仲、很敬仰 很崇拜這個仇義的 對吧?你又說幾句 有幸… 即是他晚年的時候 幫他拍過幾部影視 從他合作中 就受到很多教育 第一部電影,其實我是很害怕的 跟他合作 他又是掌輩、又是大師 叫你很大 我怎能夠跟他合作 他為何會有信心 叫你來跟他拍這部影片 他看過一些作品 他覺得你是可以的 他覺得可以嘗試合作 但是我一尾推遲 推遲了很多年 是害怕嗎?心裡沒有底 是 覺得他這麼大年紀 我不再幫他做一部 我於心不忍 但一拍就拍了六部 是… 最後一部,說馬先生 這個是… 形式上他的訪談 用他的視覺來說 是 黃老師 關鍵是… 這件事沒有想到 就是成了一個絕差 我們很遺憾 那我跟潘君在那邊做後期 那時就想起… 就是看著他的畫面 想起他… 真的很難過 很多事情 現場 有一個很細緻的事情 那時他年紀很大 他要出來唱兩首 他要穿高跟鞋 他的腳已經變形 他以前的高跟鞋已經… 穿不到 穿不到 輪到拍近景的時候 你不用穿這個鞋 看不到 是 他說不行 走的感覺不同 他堅持要做 那我在最後剪片的時候 想到這個情節 我都… 很難過 很難過自己走出去走廊 偷偷地哭 那些真的 跟他接觸那麼近 以為很了解他 其實很多事情是不知道的 包括我拍戲期間 等… 等太陽 等黃昏 我在大堂 無聊 等… 在那裡回那個… 櫃台 那些觀眾來信 見到一封… 一個觀眾… 高中生女的… 寫給他一封感謝信 是他在報紙裡 看到這個… 小女兒… 家庭貧窮很困難 他主動捐了一台… 電腦給他學習 那個小女兒寫了一個來信 我馬上拿給那些工作人員 他說看過沒有 他說 他看了 他說他怎樣處理 他說 燒了他 他說 你們千萬不要燒 入檔案 這些… 但是… 有很多… 太多這些事 我們不知道 他們都見慣了 所以我覺得 他是一個副況 有很多要挖挖出來的 多謝昌哥 今次這些書 提供了很多 很多寶貴的資料 特別是照片 又有這個機會 給我們勉懷 多謝大家 胡靖女老師 身上很多優秀的品質 真的很值得我們學習的 是 有一個嗎 我還有兩點 因為今天的日子 特別重要 我要補充一下 一個我要追憶一下 洪老師生前有一個 藝術基金 專門扶持增程 正果鎮的小學生 他親自去那裡 送藝術 還送他們的學習和活動的經費 和物品 我覺得應該追憶 第二個呢 就是我要特別感謝 洪老師在當年 包容了一個來自北方 不會講粵語的一位幹部 年輕的幹部 跟他一起共事 而且長達三年半之多 第三呢 我要追憶一下 洪老師在跟我談他的 藝術人生的時候 他提出一個人 表達了他的觀點 我覺得可以以小見大 見到他對真善美的追求 和對善的那種渴望 他說 我不喜歡潘金蓮這個人物 我說為什麼 他說 在他的身上有人命 其實我覺得 他跟我談了這樣一個人物 是表達了他對藝術 對人生 對社會 那種真善美的渴望和追求 謝謝大家 謝謝,謝謝… 說到這裡 我想起鄧元老師為紅線女老師 拍攝的《心路之橋》 裡面有一句說話是落福的 紅線女老師說 老迅先生曾經說過 石災,火種不會忘 粵劇,亦都不會忘 紅線女老師的這種精神永存 好,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各位嘉賓這一部的嘉賓 謝謝 你想說嗎 不是有話想說 有很多話想說 你聽了這麼久 你應該也有熱血沸騰 這一刻要將時間交給你 首先第一部分是說 我和馬思曾紅線女 就是我父母的點滴技術 跟大家分享 話說1949年4月12日 在香港有一部 馬思曾和紅線女做的電影 但馬思曾並不是第一男主角 第一男主角 也不是電影《皇帝不楚凡》 也不是涉角仙 而是區區在下馬鼎城 電影名叫做什麼呢 叫做馬思曾紅線女 刺子馬鼎城迷月之喜 是區區在下滿月酒 整個拍了電影出來 而且上映到今天 香港電影藝術館 還有這個目錄在這裡 由於是馬虹的拉仔 很多人都問過 為何你不繼承父業呢 歐大哥也知道 哪有這麼帥仔 哪有這麼好聲 所以乖乖地讀書 先說父親馬思曾 馬思曾在1963年的春節前 他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錄一個節目 向台灣同胞拜年 但是我知道 爸爸那時候已經失望絕症 生癌 平時吃東西、飲水都很艱難 說話可以不說就不說 我們當兒子的 是很心痛的爸爸 但是又知道他為藝術 為國家 是這樣盡力的 1987年 我當時在廣東省社科院 歷史研究所 1987年當時 廣東有一個民史的聚會 我就曾經提出來 我說在座的民史學家 你們欠債 欠甚麼呢 欠一個馬思曾傳 為甚麼你們不寫馬思曾傳 為甚麼不寫紅線女傳 這些是你們的名片 這個當然是1987年 到現在幾多年 還是未有 所以我大哥馬丁昌寫了 送給大家這本書 《馬思曾和紅線女》 我也在兩年前寫了一本 《我和母親紅線女》 但是我們這些是很不夠的 那時候我媽媽跟我說過 喂,你經常叫我寫自傳 寫回憶錄 我這樣的年紀 沒有法子拿筆寫 你跟我寫 我說一定不行 有三不可 第一不可 我不懂粵劇 第二不可 我支筆 雖然我是學歷史的 但是文學 是另一回事 不行 第三不可還不是 為尊者位 為親者位 喂,我寫傳 要有碗數碗 有碟數碟 但是你是我媽媽 我當然就著就著 寫老爸當然就著就著 所以希望能夠 廣東有人能夠寫到 《馬思曾傳》 《紅線女傳》 還有一件事 我去到香港 第一次發現很奇怪 一本香港 當時還是港英 香港文藝處出的宣傳冊子 叫做《六國大風相》 三位立即微飛 職務了 《六國大風相》 即是每一個主要演員 如果未做過《六國大風相》 去推過車仔去摘過一下 都不算是 但是居然 馬思曾1927年到香港演戲 一直做到1941年 然後和《紅線女》 在1945年又回香港 做到1945年12月14日 居然《六國大風相》 沒有馬思曾和《紅線女》 什麼事? 政治迫害 我馬上買了一本 回來拿給老母親看 我說《六國大風相》 為什麼沒有你 是不是應該投訴一下 我老母的電話 就像剛才說的那句大師風範 過去了 過去了 向前看 我重申 老爸那種外國情懷 我是可以繼承的 我們都要繼承 所以說完這些技術的點滴之後 我只有三句說話 第一 今天大家歡聚一堂 說的馬思曾《紅線女》 為什麼成為大師呢? 就是為什麼成為大師 我不展開講了 沒有時間了 大家去思考 她是怎樣成為大師的 第二 剛才鄧元導演所說 我跟她拍過《永恆的舞台》 我為何膽粗粗 夠膽說拿主意跟她聊天呢? 就是因為我看過很多《紅線女》的特輯 我需要將她更加提高 怎樣提高呢? 是《紅線女》見過這麼多國家領導人 是世界領袖級的提詞 但是這些不是說很光彩、很威風、很煞氣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紅線女》馬思曾符合了時代的要求 是從抗戰、從這個抗美援朝 一直到文化革命後開放改革 《紅線女》都是堅持這條 為何她還能立在這個舞台上呢? 不單單是因為她人漂亮、聲甜 做戲漂亮、努力 這些都要,但不是最重要的 而是她在貼時代的脈搏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而最後一句說話 你記不記得是李在祥的 不知道是中生紀念堂還是甚麼 我出去一看見有些省市領導在這裏 各位領導,各位看片 你記不記得我老母在台口叫甚麼? 馬丁城說廣東話 粵劇性粵,這句很重要 粵劇、粵語、粵文化 嶺南的地、珠江的流域 這裏是產生粵語的 粵語是中華文化裏面 一個不能夠少的部分 所以這一點在座的粵劇工作者 一定要記住《紅線女》這句說話 粵劇性粵,多謝大家 好,謝謝 謝謝,馬丁城老師 其實剛才提出了一個觀點 就是希望我們廣東的文化界 有關的領導重視 就是可不可以找人編讚一本 《馬斯爭、紅線女傳》 這個我們希望 就是接下來的日子 看看可不可以實現 另外也提到 粵劇是聖粵的 我們要尊重我們自己本土的文化 其實剛才那幾部分 都是講馬斯爭老師、紅線女老師的 藝術方面的一些事跡 我覺得這一部分 我們想講講 兩位老師的愛國的情懷 之前我看《昌哥》這本書 我看到有一個情節 我自己都很感人的 就是那時候 抗美援朝的大遊行 我們當時就是以歐陽山書記為總指揮 馬斯爭老師是副總指揮 當時我們廣東文藝界 是有九千多人來參加 粵劇界就是以馬斯爭為首的 有一千五百人 當時馬斯爭大師 他主持完這個遊行之後 他自己還捐了十萬萬元出來 給中國的自願軍買飛機 紅線女老師 是將他所有身上帶的鑽石首飾 全部都捐給自願軍 回到香港之後 英國殖民政府政治部 就將馬斯爭大師叫他文化 你為何要捐錢給自願軍 馬斯爭他鏗槍有力地回應 我是中國人 誰打中國 我就捐錢打他 我覺得我們這些年輕人 看到這裡我很感動 很熱血沸騰 這個就是外國情操 這個就是外國情懷 還有就是連續十二年 他當時做太平劇團的班主 他每個月是拿五百元的港幣 他的工資拿出來 是捐給中國軍隊的 而且他要求每一個演員 你進來我的團 你必須要將你工資的百分之一捐出來 就是捐給中國軍隊 我們打日本仔 是不是 還有聽昌哥說 他也是打電話給媽媽 叫媽媽捐錢 捐錢給中國軍隊 打日本仔 是不是這樣 那時候爸爸是在美國演戲 剛剛是三一年 那個九一八事變 一見到這件事 爸爸立刻打電報回去 叫我媽媽 要捐錢立刻電匯 兩千元美金回去捐給中國的 那時候東北的義勇軍 捐給義勇軍打日本 自此就一直都捐錢給中國的 抗日的軍隊 所以我們爸爸就是說 誰打中國 我們給錢打他 這個就是中國人 謝謝 還有就是當時香港淪陷之後 日本仔是逼馬大哥 要演戲粉飾太平 但是馬斯珍大師 他不肯為日本仔演戲 他帶著拖兒帶女 一家十幾口 偷渡 偷渡 從廣州灣 偷渡 總之離開香港那個地方 他偷渡 他將所有十幾二十年的積蓄 在銀行的 應該是數十萬元的積蓄 是全部放棄了的 是應該被充公了 日本仔那邊 還有就是他所有家裡的財產 全部都是被日本仔拿去的 當時數十萬元是甚麼概念 當時香港大帽山 一座山只需要十二萬 那裡可能說的是十幾座山 他全部都不要 我就是不跟你日本仔演戲 所以我覺得看到這些 這些就是愛國情操 這些是非常值得我們後人 去景仰、去歌頌的 其實一定要說說黎老師長 紅線女藝術中心 能夠成立 能夠落成 一步一步 老師長都是見證 而且她是功不可沒的 她現在退二線又好 她一直都是心繫瑜劇 她都未停止過為瑜劇做事 你可以說是我們瑜劇的功僕 說幾句吧 上面馬鼎昌先生、馬鼎成先生 各位老師藝術家說了很多 我只說一個 我認為藝術人生合一 但應該分開來說 第一 馬書增窮、紅線女之愛國情懷 此志不如熱愛共產黨、熱愛祖國 為甚麼? 我認為共她的黑虎磨難有關 她出生於聯世之中 日寇侵華、飽受欺凌 當然香港有個繁華的短暫 她的時期 但是她們危言 拋棄了這一切 擺血了日寇孔志 堅決走回祖國 日寇孔志的時候走去佔國 這一點 就說明她保持了中華民族的氣質 我認為各界人數都應該學習這一點 就說紅線女藝術中心 我覺得值得各位馬書增、紅線女 兩位藝術大書的 也算是一個尊重她藝術 尊重紅線女 尊敬紅線女 可以這麼說 讓紅派藝術一扭轉 紅線女藝術中心 原來的爭論有個爭論 甚麼爭論呢? 東莞想見 我說你想見紅線女藝術中心 行不行? 第一個是先問紅線女 第二個是問問我們廣州市的領導 兩個都同意你來拿去東莞見 如果兩個都不同意你就不行 所以她爭論我們 一回來就馬上研究 馬上開會,馬上商量 請了莫八字 建築院的院樹你親自設計 並且尊重紅線女老師的意見 所以今天成為水疚的認同外應 統統都是紅老師的建議 地鐵就有她選 最後想多多說三句話 第一 開這個座談會 是完全是為了紀念 紅線女馬書曾 藝術大書 藝術人生 這個告訴甚麼呢? 就應該去學習這種精華和精神 怎樣做人 怎樣做得有意義 怎樣愛國 怎樣為社會為國家做得貢獻 第二,推動粵劇 藝術進步 涉馬曾鴻 不是打架 不是個人命令 是為了推進粵劇改革 他們來拍檔 今天我們呢 粵劇界裏面有少數 還是 文武第一,武武第二 這就是失了一種勸結力量 失了一種山鄉風雲顯出的風格 我在今後 由於各種環境不同 新時代 應該我們把粵劇推向前座 就要斷結一致 最後粵劇是危無止境的 兩位大師告訴我們 讓他們知道 他們永不停步 亦不是說肖死學 要你覺著發揮創造性 他一輪改革創新這種精神移成 所以我覺得這個洪遜的藝術中心 就能夠為它服務 亦都是廣州市委市政府 對他們的尊重 多謝 謝謝 謝謝,謝謝黎市長這麼感人 而且很有感染力的一番講話 今天幾位馬派和紅派的傳人 弟子都來到現場 歐大哥,先改 聽了這麼多嘉賓、市長 還有誠哥說收益很大 在我們社宣佈、文港新局 和洪遜藝術中心的直接推動策劃之下 我們去排了一個《紅的歸來》這部戲 我選兩句出來唱 我覺得無論從國家情懷、 社會情懷、藝術情懷 都會有這方面的內容 其中有一句 好 哈哈哈哈 好 還有一句 我… 馬斯亞一家的長 一生是氣 魚也吃 但無脈龍啊 哈門 無法哈哈哈哈 好 厲害 對了,那麼… 升哥 其實這些我們… 我和歐大哥、春梅 我們是… 記得是很深刻的印象 記憶就是 1992年2月24日 我是正式來到廣州紅豆 那時候叫小紅豆月劇團 我可以說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 他對藝術那種執著 那種嚴謹、嚴格 排完戲回來 聞一下衣 有飯吃了嗎? 沒有啊 還有多久?半個小時吧 向陽,我的名字叫向陽 你過來 我跟你說了今天那段戲 還有一些還未說得透 吃飯前半個小時都不放過 所以我… 到現在首書院我演過張日文 我是到小紅豆排的第一個戲 我是時經15年之後 紅豆月劇團有一次演出 要我加入去演一場 我竟然是可以不用排戲 我拿劇本稍微不斷看一看 接著大日就上排練場 就響排 我就可以丟下劇本 後日去演出 就是它可以令到你 這麼深刻的記憶 所以我覺得它是對待藝術的這種執著 這種嚴謹 是對我們整個二十幾年的藝術 人生藝術工作中 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指導作用 在我們未來的人生的藝術道路之中 將會亦都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 至關重要的作用 昌玟 我很感恩能夠遇到紅線女老師 在我92年畢業之後 在二級學校畢業之後 就跟隨了紅老師 一起跟著她 跟她回紅豆劇團學習她的紅派藝術 特別是要講講 她對她人生的影響是很大的 她說一個藝術家 她說除了睡覺那八個小時 你十六個小時就等著藝術 你才可以成為藝術家 如果你能夠成為大師 真的二十歲小時候都想著藝術 你才可以成為大師 後來老師還寫了 引用了明朝章居正的一句名言 來勉勵我鼓勵我 她說根本故者花實必謀 源流深者光難必張 她說根基是非常重要的 無論你去到甚麼為止 你都不要忘記練功 作為一個演員 一天不練功自己知道 兩天不練功就同行知道 三天不練功就觀眾知道 無時無刻都要練功 她說我在很加困的情況下 多年別人不讓我做戲的情況下 我自己剪爛了自己的衣服 我在家裡我都偷偷地練 所以老師教育我做人 教育我這個藝術 是我一生的仇業非子 我非常感恩 同時我也覺得自己很幸運 雖然老師後來離開了我們 但是她在生前也監大了 黎老市長、陸志強局長 希望能夠把我調回來廣州 很感謝黎老市長 很感謝陸志強局長 能夠把我調回來紅藝中心 讓我讓我有這麼好的平台 回到廣州市粵劇院 在英九大哥、聖哥的大令下 能夠繼續去做粵劇藝術 我一定會很努力 一定會像老師一樣 24小時都想著藝術 來報答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馬派和紅派 幾位傳人的廢虎之言 也希望你們承擔著這個重任 將我們的馬派紅派藝術 發揚光大 謝謝今天這麼多位朋友 來參加這個座談會 謝謝大家 辛苦你們 最後我想用昌哥 在書中有幾句說話 作為今次座談會的總結 昌哥說 馬思珍和紅線女不僅是當代粵劇 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組合 他們的藝術造藝 更是中國當代文化藝術殿堂上的 一對看白玉般的基石 展示父母過去一百年來的藝術生活 可以見證今天祖國的和平繁榮 康樂強盛,來之不易 馬思珍和紅線女老師 對粵劇藝術的卓越貢獻 以及兩位大師的愛國情懷 非常值得我們後人去歌頌 還有學習的 再一次感謝大家參加今天的座談會 最後我們全場有個建議 一起唱荔枝仲,好嗎 一起唱荔枝仲 用我們的歌聲… 用我們的歌聲去懷念 以及向我們兩位藝術大師致敬 同時也帶順我們的粵劇藝術 嶺南文化桂寶長青 綻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謝謝大家,謝謝,起音樂 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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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唱好嗎 會唱的 指甲流向世上氣 什麼額可是龍靶氣 請整個詩我告訴你 我總之黃人哀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